老師呢我們下午就是先把這個底座先把它組裝起來 那我們會做的是類似像這樣 早上大家有看到 你需要一個像這樣子的 需要像這樣 那這個呢都是回收的 所以後面都很漂亮 都這麼漂亮有沒有 那重點來了 因為呢我們要讓它翹起來嘛 所以說這裡啊 我們現在你手上是不是都有拿到這個 我幫你把那個畫好了 畫好了 就是這個的寬度大概是19公分 那我這個邊 就是待會我們要折起來這個邊 大概是兩公分 所以兩邊都有扣到4公分了 所以中間差不多齁 就是中間這個長度差不多15公分這樣子 好 好 好 那麼等一下你折起來呢 這邊我們需要用那個 美工刀 把它畫線 就是你看一下我在簡報的 這個第73頁這裡 簡報第73頁這邊 我這裡有一張圖 把它放大一點 我們現在呢需要就是把它畫 畫線 這個線呢你只要就是 畫開不割斷 就是我上面那個 我上面這個 上面的那個線條 我已經幫你畫好了 但是你在做的時候呢 我看一下我看視頻 你在做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的是這樣子 比如說像我現在這一條 我這一個 有沒有 這一個 好那 因為我要變成一個L型 也就是說如果我從這一邊 從這裡這樣畫畫畫畫 畫到這裡來 我畫過來 OK 對不對 我實際做一下 好這樣看比較容易 剪到我先用一下 好我這樣這樣剪喔 這樣剪比較不準 我這樣 這裡我先剪開沒關係 有沒有我這裡剪開一個 對不對 然後這邊我也剪開一個 但是我剪不同方向喔 那這樣子這邊是不是就變成一個L型 待會這邊如果弄好了 把那個美工刀畫一條線 是不是可以做折線 這樣就折進來 那待會這邊如果也做好了 我這樣進來的話 有沒有 這一邊如果我做好了 我先稍微簡單折一下 欸老師如果你要折得漂亮 你應該知道怎麼折吧 蛤 齒拿來壓在下面 這樣會比較好 好那這個 假設我這樣先簡單折一下 你看我這樣折起來 這裡有沒有變一個L型 這樣是不是可以把它包在裡面 像這樣 對不對 那我這邊就有組備這個 你就不要用黏的 我前面有白膠有那個 有那個叫什麼 雙面膠 可是你這樣黏都不緊 我會像這樣子 因為這個大的定速機 效果比較好 我就把它這樣盯起來 這樣就會很緊 就是我現在折得不好 但是你可以像這樣 所以我要的是L型 L型的話 就可以有這個轉角 這個就可以把它牽住 好 所以您可以先把這個底座 先把它折起來 那你需要做的剪刀的部分 就是我剛剛那樣子 就是這邊 先剪一個 記得要變L型的 這邊齁 我就先剪開 OK 那另外一邊就是跟它顛倒的齁 在這裡 所以你有一個橫的 就是一個直的 這樣兩邊就都會有 所以總共剪四個角落 有點像我們那個佛那個萬字那個有沒有 那個概念 這樣子你就有那個 角可以把它折起來 那我可以看到 你你會看到 那又來 我可以看到 你會看到 那裏 那裏 那裏